不要给孩子喝太多这个汤 我怕它的饭量超过你 孩子长身体 我每周都会炖这道排骨汤给他喝 10块钱的排骨冷水下锅 换入姜 倒入料酒切腥 超好洗干净换入炖中里 换入7个蛤蜊汤更鲜加姜片 关键是搭配这包料有 芡食、胡苓、莲子、淮山、蜜枣 这些都是堅平荣味的好材料 不喜欢吃甜的蜜枣不用放 加敏姜水扣上盖子 换入高压锅里隔水 水开上去小火压20分钟 出锅加枸杞盐调味 这样炖出来的汤鲜美好喝 孩子很喜欢 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爱吃饭的收藏了 还可以跟鸽子炖猪心炖